与歌迷棍床三连拍姿势变化多吞严亚伦笑回,我经验丰富。 严亚伦3月30号发行EP《最想去的地方》,同名歌曲《最想去的地方》攻占各大排行榜,严亚伦昨、八日,于西门丁举办全台唯一前唱会,依造500张号码牌妙杀。 许多歌迷苦喊拿不到号码牌,纷纷留言跟严亚伦诉苦,他则打包票,一定会签完。 现场上千位歌迷齐聚,严亚伦演唱《最想去的地方》,最久的瞬间,签唱会上有许多歌迷大量订购十几箱唱片,严亚伦虽喊,看到手都软了。 但还是相当感谢,当天从早到晚签了一万五千张专辑,歌迷几报新门丁。 前场会上严亚伦和六位粉丝互动抽花椰菜碰花,其中一位幸运儿和严亚伦棍床三连拍,她带领女粉丝变换多种睡姿拍照,现场尖角连连,对主持人亏姿势非常熟练,她笑悔,我经验丰富。 让幸运歌迷修道说不出话,严亚伦话锋一转才说,躺床,每天睡觉,我也睡了三十多年了。 这次滚床笑不动,是因推出EP最想去的地方后,严亚伦发现歌迷都回复最想去你的床上,让他转头对工作人员笑说,他们都想来跟我睡觉了。 工作人员就决定要让七林唯一前唱会的歌迷享有福利,一圆滚床梦。 而提到睡姿,严亚伦先是笑说这组床躺起来不舒服,接着又说,自己睡比较好睡,很怕两个人睡被压在手臂上。 这些睡姿适合一个人,两个人的话手会麻掉,建议大家不要尝试。 他也加满爆料爸爸的打呼声很大,又刺醒来发现妈妈自己一个人跑出房睡在沙发上,更难道如果跟三五好友出门玩,遇到憨声很大的人会很害怕,会想要打紧对方。 签唱会上严亚伦幽默感大爆发,笑说自己缺了一只袖子的造型是因为天气冷热不定,索性减掉一只看看,但也不会延这么多年没有办签唱会,其实相当紧张。 全台唯一一场的签唱会会集世界各地的粉丝,更打破原则署名专辑,严亚伦为此早已做好心理准备,不怕签到深夜,现场他不论日文,韩文等各国文字都欢喜签,直说,因为很久没有这种机会了,也知道大家一直都很期待,不会辜负歌迷的心。 严亚伦也预告下一张音乐作品已收完歌,持续在制作中,不会再让歌迷久等,后续严亚伦将到日本、上海、北京宣传,满足更多粉丝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